感谢主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能够认识神的经伦 但另一面 我们又是感到 神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托付 我们需要不至仅仅来认识神的经伦 或知道神的经伦 我们需要对这经伦有清楚的意向和看见 并且受这意向所管制 支配并指引 这要影响我们的生活与工作 所以我们需要起来 渴慕追求神圣的真理 来认识神的话 至终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 我们也要过神人的生活 天天磨成 天天靠着他复活的大能 磨成他的死 然后呼召 真的是答应主的呼召 成为得胜者 至终我们还要按着神牧养 实行造位生活 产生活力牌 还有相调的实行 愿主更多的得主我们 我们所恢复的第二面 乃是要过神人的生活 我们乃是得救 蒙重生 而成为神人的信徒 我们应该不凭自己救人的生活 乃应该凭新人里的生命 所活出来的生活来活 我们要天天靠基督 他复活的大能来过生活 借着耶稣基督之灵 全辈的供应 来活基督并显大基督 好胜过自己的肉体 与肉体相连的罪 撒旦与世界 胜过宗教文化 以及现今的潮流 好借着基督 作王的生命来作王 征服一切与神 相反的人事物 好迎接主在这世代 成为他的这一般得胜者 主恢复的第一面 神的启示 包括尼弟兄皆世的四大项 尼弟兄皆世的九大类 三十九要项 这些基要的真理 我们不仅仅要认识 要进入 还要操练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 就是过神人的生活 是神与人共同的生活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保罗虽然说不再是我 但他也说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是基督活在保罗的里面 基督和保罗 二者同有一个生命 同过一个生活 所以我的家庭生活 该是神与我共同的生活 神与我一同的做丈夫 神与我一同做孩子的父亲 就连我买东西 也是神和我一同的去买 新的一年 愿我们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 操练做神人 操练过神人的生活 愿主祝福我们 是主的联名 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主的恢复里 来实行神的经纶 很摸着弟兄 刚才所交通的 今天主的恢复不应该是一个名词 在我们中间 它应该是一个动词 所以我很摸着 主恢复当前有极切需要 这极切的是要有五个点 第一个 我们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 很宝贝 你弟兄跟你弟兄 把这样的启示带给我们 今天我们需要被这 神圣的圣灵所构成 第二个 我们需要过神人的生活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借着耶稣基督之灵 全被的供应 叫我们活基督 显大基督 叫我们做得胜者 我们还需要按着神来牧养 祂的群养 产生活力牌 至宗我们还要在基督的身体里 一同的相调 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 摩托 主要我们在这世代 做祂的得胜者 这世代在生活中有疫情 在国际局势上有强弱的对抗 在经济上有通货膨胀的引诱 这世代实在是一个乱堆 但是感谢主 我们得救的人 有神圣的生命到我们里面 这生命有复活的大能 有耶稣基督之灵 全被的供应 使我们能够胜过脊肉体 罪撒旦和世界 胜过一切的文化宗教 胜过潮流和娱乐 这生命又是基督做王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有能力 征服一切与神相满的人事物 主今天呼召 需要有人率先做得胜者 主耶稣 愿意来更新奉献自己 求祢来制作 使我成为得胜者 迎接祢的回来 感谢主 把我们摆在主的恢复里面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领会 看望这些神圣的真理 实在是不要再让它失去了 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好的恢复 就着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就需要操练过神人的生活 今天神已经完成了一切 这一切却要在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 来过一个彰显神的生活 最后我们在造会生活里面 需要起来照着神牧羊 实在是盼望神 能够借着我们 在这里能够得着更多的圣徒 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好在我们中间 能够带进主的恢复 带进主的带来 非常地摸着 我要认识我是在主的恢复里 我不能只是感觉 我是在造会里而已 今天这造会是主恢复的 那一个对象 是何者的可贵 在主的恢复里 这里说到四个词 我非常地摸着 第一个就是我需要受意向的管制 第二受意向的支配 第三受意向的指引 管制支配和指引 我觉得就跟一般造会生活中的 天然的观念 热心是何等的相对 我不应该在天然的热心里 我应该在这个意向的管制里 第二非常地摸着 我们有一百个会所 但我们不可以在这里感觉自治 我们有十个大区 我们是在这里一同相调着 来做主耶稣的见证 历世历代以来 神一直在做他恢复的工作 从创世纪一章开始 当神创造天地之后 撒旦就来破坏 神就进来做恢复的工作 恢复天也恢复地 当神照着他的形象 按着他的样式 照了人之后 撒旦又来破坏 神又进来做恢复的工作 拯救人 救赎人 给人穿上羔羊的皮子 感谢神 他对人的心爱美意 他对人的计划 他对人的定值 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他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 直到今天 在主的恢复里 在真理上 我们已经达到了 神圣启示的高峰 照着这个神圣的启示 我们过一种团体的神人生活 也恢复了 照会的实行 感谢主 在新的一年里面 求主更多的得主我们 照着我们所看见的 所启示的 能全面的实行出来 阿们 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过 主恢复的照会生活 我们感谢主 我们是一般得救的基督徒 里面有神圣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应该过一个 没有异象的生活 我们应该过一个 被异象管制支配引导的生活 也要过一个 有启示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今天有异象 有启示 我们的生活就会因此而改变 我们不再在自己里面 过我们救人的生活 我们要活在灵力 过神人的生活 靠我们自己做不到 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能够让我们做得到 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 这个得胜者 要胜过我们的罪 我们的自己 我们的肉体 胜过世界 一切的败坏 一切的诱惑 这只有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 能够做得到 当我们过这样神人生活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做一件事 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 在这边积极的传扬福音 得人 得作更多长存的果子 做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盼望我们在这里 一同有份于建造 基督的身体 感谢神 今年是主在中国 开始他的恢复 第一百年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感谢神 因为他帮我们摆在 他的恢复中 为着实行他新约的经纶 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这边需要 为着这件事 摆上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在这里 重新实行他的经纶 我们不仅该受 该对这个神圣的经纶 有清楚的看见 并且该受 就像弟兄们所说的 该受这个意向的 管制 支配 以及指引 第二 为着主把他的两位弟兄 我们亲爱的 李弟兄和李弟兄 作为神圣启示的先见与传承 赐给他的照会 我们感谢神 借着亲爱的两位弟兄 我们领受了 关于神 共九十余项的启示 使我们不仅有 看见这个启示 领受这个启示 并且能够操练过 神人的生活 并且有份于 照会的实行 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前我们最极限的需要 乃至在三方面 摆上我们自己 第一 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 操练过神人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并且要做一件事 我们要在这里 按着神牧养 好带进他的复兴 末了我们还应该要 产生活力牌 得人 留人 成全人 来建造他的身体 并且有份于基督身体 相调的实际 好保守基督身体的衣 愿神祝福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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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